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继续收听每周局的环节 身边仍然都是Anno跟你聊天 Anno 你好 上一节刚刚说到 会推翻或考虑煤炭这个板块 因为部署策略是短暂反弹 讲到戏鱼,有三支,究竟选哪支 大家可能都猜到 应该是1088,中国神说 预测市盈率比较便宜 9倍企,其余那两支 1898和171,PE都比较高 最重要是为何会推翻1088 因为他们有发电业务可以做对冲 非常之好,因为他们买煤的cost 低了 自然的盈利就有帮助 跟我们分析一下,那个业务分剥利润是怎样的 那你如果看过去这几年来说 一众的电企,特别做火电的一些电力公司 营利能力非常之可观 都包括你看到的旗下神话的发电业务 你看到有个很可观的增长势头在这里 右边蓝色的巴 反映着整体现象,他们的发电业务 税前的盈利增长非常之强劲 这些因素对冲回煤炭的行业 本身做得差那方面的因素 之前提及到整个煤炭行业是非常之差的 但是在业绩上,中国神话 在因为这些发电业务上 能够做一个不少的帮助 也都见到分布利润上 电力的占比都开始越来越大 都占了差不多25-30%左右 未来来说,仍然有机会继续扩大 不过当然,扩大到某个程度上 你看到总装机容量 2013年到2012年比起上来 都见到开始没有增长 始终说之前他们不断增加自己的装机容量 但中央始终对火电的限制比较大 未来来说,都相信他们的增长势头 未必能够持续下去 不过未来来说,煤炭的行业 有些少改善的迹象 这些因素或者会有利他们未来的发展 所以最重要的就是三间里面 中国神话在每发电的业务上 相对地可以令到业务稍为做一个对冲 始终的板块本身的基本因素是淡的 不过如果中国神话本身有些相关对冲的业务 我相信这是成为我选择这种股份的最主要原因 好,我们都看看第二个利好因素 憧憬翻是由政策出台救市 2013年和2014年分别有20条和17条 目的就是为了散减它们一些煤企的成本 而且近期都见到新西省方面出了一些规条 就管理一些规范煤的收费 因为说这一项的政策来说 就可以帮煤企每一年省135亿 最重要,而且要控制劣质的进口煤 都想了解政策的大方向 现在实行的力度又如何 实行上会不会有什么困难 还有会不会像太阳能这个板块 你知道中国出口太阳能的价格比较便宜 所以你看到美国是进口的太阳能产品 都有关税 在煤炭这个行业 会不会中央方面都可以憧憬做相关关税的东西 看回煤炭行业现阶段 或者为何近期升那么多 都是充敬一些旧市的措施 你说在2013年2014年 那段时间都分别很多的措施 出来是充敬帮助这些煤炭的企业 在税项上面省下不少钱 但是就算省到税项也好 他们很难有一个很可观的盈利能力在 但是近期来说 现在我们在这里说 山西省也提及到一些规范的煤收费 其实在内地方面 由一些煤炭的运输 由一个省运到一个省去卖 你说当中涉及牵涉着一些税项 或者是集费的收费等等 但是现阶段 山西省就考虑 将这些相关的收费去清理 这些收费 其实你说整体而言 对于煤炭企业有个很大的帮助 正因为这样 近期来说是有个反弹在 但是未来来说 这个煤炭行业有什么冲劲呢 最主要就是始终在说 整个协会上 之前提及到就在说第一 你无论是看中国神话也好 或者是中煤能源也好 其实见到他们的现阶段 销量仍然保持着一个很可观的增长 单位数字增长在这里 但是产量也见到有个减产的情况出现 始终在说产量过剩的情况在这里 未来来说 煤炭行业有机会减产 这个因素对煤炭价格来说 有个正面的帮助在这里 最重要的是 之前未来 煤炭行业有没有机会出现一些反垄断等等的问题 机会性又真是比较微的 因为始终跟太阳能的行业相比上来 煤炭在内地方面 出口整体占比的量非常少 甚至是不断依赖进口 所以在关税上 他们很难做出一些太大的变动 但是之前提及到的 南非、澳洲这些地方 的确煤炭价格比内地的煤相对便宜一点 但是如果说一些劣质的进口煤 即是来自印尼等等的煤炭 其实价格是更加便宜 但是未来来来说 这些相关对比较便宜的煤炭 可能会有机会受到限制 甚至之前的图片都见到 2013年全年来说 煤炭进口占比8% 但是2014年的上半年 同样的你都见到 煤炭的进口占比 都是维持着8%这些水平 相信未来来来说 进口煤的威胁有机会逐步减少 这些因素 整体而言对于煤炭行业 或者中国神话来说 都有机会对股价来说 属于一个正面的帮助 明白 好 再看第三个利好因素 谷值非常吸引 刚刚节目开始的时候 也提到 中国神话 它的预测市盈率是9倍多 比起之前来说 过去三年平均市盈率10.5倍 当然为之便宜 所以就有追落后的憧憬 现在来说 如何分析 现在来说 在现阶段 谷值又真的非常便宜 和过去三年的平均市盈率 比较上来10.5倍 仍然是有很大的主流下空间 就算升多 股价升多一成都好 你见到他们的市盈率 现阶段仍然是比较 和平均值相比上来 有折扬在那里 其实会留意 为什么我会选中国神话 就像你之前所说的 烟洲煤或者中煤能源 那个股值更加昂贵 也预料 他们未来来说 会出现一个盈利倒退的情况 中国神话 同样地 都会出现一个盈利倒退的情况 但是倒退的幅度 未必非常之大 甚至未来他们的中期业绩 我觉得都可以值得衷勁 看回他们的发电业务 有没有机会对冲 令到他们的倒退幅度 是较市场预期中小 如果是这样的话 说到股值 真的非常之落后 所以你看回 近期来说股价真的升了不少 但是你看到股值 这么落后的情况下 我相信未来来说 潜在升幅 你说多升一成 我觉得都是可以的 这个因素也是因此 为何再推翻中国神话的股份 还有股价走势也很强势 我们先看看股价图 近期来说非常英俊 尤其是你看回日线图 更加夸张 类值的升幅 但是我们拉远一点 看回一年图 都看到有几个箱底 这是一个利好的洗头 看到的确没错 股价在今年初一段时间 大约19元这些位置 初步找到支持位 形成了一个箱底的形态 同样地 你见过经过一轮的反弹 走完箱底之后 在5月份那段时间 也形成另外第二个箱底 也见到近期来说 随着大市回升 或者一些资金去追捧一些资源股 股价都突破了一些比较关键的阻力位 現代段说到后市的阻力位 都尚移到去到去年的9月份 年底那段时间 26元这些位置 就是之前提及到的 现代段又有救市措施去衝勁 未来来说又有中期业绩 中期业绩可以衝敬发电业务 为到他们的业务上做一些对冲 而最重要就是一些救市措施等等 未来来说仍然有机会 刺激煤炭板块 再进一步向上升 所以你说中国神话 论基本因素三种当中 就相对比较稳健 而且未来来说 潜财升幅 仍然更加可观 如果突破26元这些位置 整个上网空间 我相信仍然会更加大 明白 好 那什么价位可以部署它呢 我们看看现在做价先 24元升了3%上来 这些价位现价可以买 会不会都高一些 还是可以等一会儿呢 其实看回现阶段 其实我也觉得这些位置 如果再去追的话 的确有个高追的奉献在 但是之前看到了 估值又落后 而且未来 都是说业绩的发布期 那份中期业绩上 未必说真的 未必说真的好似预期中那么差 所以你说这些因素 都令到中短线来说 有条件做好一点 所以你说这些位置 买入我觉得是可以的 但是当然的 你说一定要做好风险管理 如果再次跌穿 20元这些位置 绝对需要止切离场 因为要留意 煤炭板块 其实基本因素 仍然是偏弱的 至于目标价 你说其实中线部署 你说可以等久一点 有条件 有机会如果市况配合的话 市分28.5元这些位置 是可以的 但是你说如果短炒的角度上 短线阻力会在之前的双顶 26元这些位置 但是就要留意 目标价28.5元这些位置 就绝对不要贪心了 始终这个板块仍然是偏淡 我不是看得太乐观 这次纯粹做一个中短线的薄反弹的暴雨 去52周的高位就是26.05元 先留意 谢谢Arno 在神华方面的详细分析 以及你看这个版本的解说 我们节目时间差不多 休息一会 稍后回来直播环节 仍然会开通我们的电话 有什么可以打给我们的 稍后再聊 拜拜 谢谢观看 谢谢观看